这个房子已经20年了 一会儿还能听到白蚁的声音 小心哦 孙悟 这个房子已经20年了 墙面老化得很严重 开裂了 一会儿还能听到白蚁的声音 然后老木船木柜的眼神很丑 后来有时候长大之后我觉得 看不下去 这不是很符合我的审美 所以大柜子真的很难搞哦 对 因为这个柜子呢 它是入墙式的 然后呢以前我妈妈在上面翻太多东西了 它就压扁了这一条 啊 这本来应该是有个门的 有四个门 它是被迫变成开裂 就是它压烂了 因为它这个衣柜的设计的关系 其实能放的衣服不是很多 好深很大 在这里拿衣服也是拿一件就要弄那一叠 里面的衣服也够不着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其实我能放化妆片的东西 普通因为我是美妆博主嘛 对 已经摆不进去了 因为我的电脑比较大嘛 没有办法在这里又用电脑又化妆 因为我的灯在后面 它不能放在前面 所以我就 平常化妆啊拍摄啊剪片啊 一做就是一天 就是 你会在买 手眼我很酸 这些收纳和功能问题都会让我很头痛 整个房间乱七八糟的 每天都让人很烦躁 更别说生活品质感了 工作其实已经非常的累了 其实回家也不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 因为房间的状况真的非常的差 你回来就只想要关灯睡觉 完全不是我很想要的那种美美的 可以给我充电的 幸福感满满的小窝 这个十平米的旧房 我们是怎么改进收纳 暴改成功的呢 在改造后 我们还一起开箱了 史上最大的一件单品 千万不要错过 取片 本来猜猜说自己的衣服不多 其实我不是很爱卖 没有很多 我信你 我信不在发现 下次不会有那么多东西吗 所以定期把所有的衣服和杂物 都从柜子里面轻功出来筛选一下 还是很有必要的 有点像大家每天在厕所里面干的人生大事 非常多粉丝被这些巨型上墙的柜子 搞到头当 这次的视频就跟大家一起 代表月亮消灭你 我们自己拍 这个破坏吗 你治愈的 我们一起 清空后我们请硬装公司帮我们补墙 刷漆 然后铺上木地板 为了防止房子再次发生白蚁的问题 所以重铺了时速锁铺地板 自己怎么去拆这一个大的衣柜呢 第一步呢 就是清空后先将非固定的东西撤走 例如抽屉压 撑杆等等 然后再进行第二步 将一些已经固定好的板子拆除 第二先拆柜门 敲的那个原则就是要顺着螺丝的方向去敲 教练在这里的话 锤的方向是这样子 锤 然后层板还有其他板子顺着钉子的方向 用锤子打了一枪锁 敲里面 八十 我觉得我的听力受损 难敲的重的部分就是一定要师傅或者男生来操作 女生自己搞不懂 师傅我可以踢一脚吗 没有没有 小心啊 师傅 我们自己拆 那这样可以省点钱 哇 好厉害 要小心安全 这一边的牧师面板其实也很好拆的 就用这一个锤子的这一边 哎 哇 为什么 看你有没有 锤子不同的加穿不等 啊 小锤四十 哦 大锤八十 八 十 八十 八十 真的不是呀 八十 我一个人拆完了 八十 涨价吧才来 800 可以 我猜的完了 我一个人猜完了 现在有一个麻烦的地方是 比如说我要弄一下空调 我要弄一下窗这些 工人只能够通过爬上我的窗 去解决这个事情 我觉得其实有点那个 原来的房间因为衣柜的位置是固定的 所以平面规划就会收到很大的限制 我们给平面布局来了个乾坤大挪移 床放在了原来衣柜的位置 恰好柴柴想换1米2的单人床 这个位置宽度刚刚好 然后窗户这边就可以打造一个 超大L型桌面 床下和床头床尾的空间不能浪费 所以我百般请求 祈求 哄吓 骚扰 让定制柜厂家的晒气老板 破里接这个小单 定制了这个特殊尺寸的床 做了一个超大冲拉式床头柜 和床下大抽屉 床尾被书桌挡住了 做不了抽屉 所以就做成了上翻柜 衣柜放在原书柜的位置 为了避免进门就看到一整面门板会压抑 所以衣柜留了半列做展示 进门就看到美美的首饰和包包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继续打到山河 ector 随便 这一路 坚持 离开之前先试一下 免得到时候 用不了的话又要考一考 回一下 有一阵 可以 你吗 I thought I'd take a ride And soon Miss Fanny Bride Was seated by my side The horse was lean and lame The misfortune seemed his not He got into a drifted bank And then we got up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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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i Ba perman às It's time to多 Wow Musical I Wati I I 准备好看房了吗 三 二 一 通常装修的时候弄衣柜有三个选择 木工 定制柜 成品柜等等 粉丝说很想要知道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我今天就来分享一下 木工做柜子总价通常就会高一点点 然后对木工的记忆的要求也非常高 现在选择木工的原因通常是因为特殊的造型 买不到定制柜也做不到 例如圆弧形什么的就选择木工 那么选择成品柜通常的原因就是 它会比较灵活移动一些 然后另外也是出于风格的考虑 因为成品柜风格很多样 它会好看一些 这次我们使用的是宜家的帕克斯成品衣柜 它的配件很多样 可以自己在它的官网进行设计搭配 价格也挺划算的 这种大型的衣柜 其实在宜家的线下门店是没有先货的 所以大家不要跑到宜家线下去了 就直接在网上挑选好了购物清单以后 它们隔一到两天就可以送货上门了 那么定制柜其实是现在装修 大家家里面用到比较常用的一个产品 定制柜它的好处就是可以根据你家里面 不一样的结构 还有墙面的情况 它可以去定制 也可以做到顶天立地那么高 整面墙也可以 然后各种各样的面板 抽屉都可以选择 其实大家知道吗 宜家也有定制柜 那么木工定制的柜子 品牌定制柜宜家的定制柜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价格差多远呢 经过各个供应商挤牙膏式的客服回复 经历了30小时的质问式斗智作用 我已经将区别列成一个表格给大家 细节非常多 大家截图观看 顺便可以考虑给我一个又大又圆的那个咚咚 激励一下哦 其实细看条款的话 你会发现宜家所谓的定制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定制柜 它只是在宜家的宜柜的基础上 离墙边缝隙有多大 它就给你定制一个小框框 其实呢 实用性的话也不是很高 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 这几种柜子的报价都非常复杂 那我就举个例子给大家算一下 做一个最基本的四门大衣柜 加上几个层板 品牌定制柜5000到7000 宜家定制柜4000 让木工打的预算呢 18000到几十万部的 改造之后的房间呢 除了收纳容量巨大 拍照拍视频还超级好看 光线真的是万物的滤镜 哦对 今天这个视频呢 也是我第一次用这个 非常好看的新背景 拍的第一个视频 然后大家会看到 就是这个衣柜组成是 一个呢是双列的 然后两列是单列的大框和框 然后其他的全部都是配件来的 就让大家看到这一些层板 这个就是它的鸽板 一个普通的鸽板就50块钱一个 然后如果是玻璃鸽板就80块钱一个 然后这一些呢就叫做一个抽拉式的托盘 这个超好用 然后上面有配件 大家看到这里面的这一些鸽板哦 都是可以有高有低自己去选择的 就很棒的 还有我很喜欢这一个配件 它是可以拉出来 然后可以放包包 可以放皮带可以放尾巾 超棒 超棒啊 登登 大家看这一个叠放的衣服呢 我们就把它分层放到衣柜里面 放到收纳箱里面 就可以用口袋叠一把 把它垂直这样子 一个一个的拍开 那这样拿去就会非常方便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拿衣服撒一地了 这样整理好衣橱之后呢 发现坑出来起码有四五个收纳袋 空间真的好用了好多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个RL型桌子呢 是放在三个阿莱斯柜子上面 这样子呢又可以收纳 又可以省很多桌腿 柴柴强烈安利大家用它放化妆品 Alex所有美妆博主的男人 20年后见 宝贝们 未来见 这里是2045年吗